怕什麼 怕閉案 怕什麼 怕閉案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致辭 不忘做求給台下群眾接話 藍白聯手黨下復議案之後 黨中央立刻宣講 闡述國會改革的必要 唯一的一個重點 不可以給大家一點點機會跟時間 空中期我們徐曉星在這邊 羅紀祥在這邊 王洪輝在這邊 李燕秀在這邊開玩笑 我們馬上就停出來要調查他的閉案 對不對 對 這一場由共產黨來導演 國民黨跟民眾黨賣力演出 來這個謀求奪台奪權的這個劇 希望能夠癱瘓行政權 讓民進黨沒有辦法好好的執政 藍綠格控護槓 國會擴權法案進入世限延唱賽 國民黨跟進民進黨 也要下鄉舉辦一百多場全台宣講 不過週末在新北淡水的這一場 由於是朱立倫 侯友宜 在總統大選後 首度公開通台 也成為現場另一個焦點 特別謝謝我們侯市長 侯市長最支持國會改革 除了我們在拚國會改革 也在拚財政收支劃分好 我們侯市長 過去我做的事情一樣 揪一下 兩人上台互相謝謝對方 在台下也頻頻交換意見 但侯友宜近來積極參與黨務 外界解讀他有意角逐黨主席 跟朱立倫打對台 侯市長他對黨務其實都非常的關心 我們最近常常聯絡 有關於國會改革的事情 那對於國會改革他也是全力的支持 國民黨現在任主席 手握2026 2028的提名權 即便距離投票還有一年 但黨魁之戰已悄然開大 民進宣武昌陳歸宏 台北報導 南城市